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晚的讲师 大三格林老师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在吹冷气,外面爬飘飘 很舒服 第一堂课 大家精神都应该都很好 慢慢听我讲故事 然后 我几年前,我其实在1986年出国 去念硕士班 很早以前 刚出国的时候,我去美国念书 你知道去美国当地 留学生第一个就想找同学会来帮忙 结果去查这个学校同学会的名单 好几个名字 有些是台湾同学会 中华民国同学会 中国同学会 什么名字都有 你就要找到一个 就很有意思 他们代表的立场都不一样 你看 中华民国同学会就是所谓的 在美国的留学的学生组织同学会 因为在国外的关系 大家要跟整个人合作 互相帮忙 因为大家在台湾都不敢分得那么清楚 可是到国外 都不在怕你的 没在怕你的 所以大家就很自然 就会形成一个团体组织 你在那個時候就知道說 外國人會問你 Where are you from? 你從哪裡來? 你如果是說哪個就說 Republica China Republica China在哪裡? China 你從中國來的嗎? 他說不是 不是 我從台灣來的 他還要改歲對不對 但是對台灣來的台灣人來說 我們也要解釋 Where are you from? 台灣 泰國嗎? 他們知道在台灣是不是泰國 還不是 不是 台灣 還沒聽到 那你就要解釋台灣在哪裡 以前 我那麼早以前 對台灣根本就是沒有不認識 那時候高一歲老半天也講不清楚 突然警覺到一件事情 我是什麼人 當人家在問你的時候 你就才會開始想我到底是誰 台灣人 當人家問你說你是什麼人 那時候 你心裡會不會覺得噓噓的 你不當然不像美國人說 I am American 或者我是英國人 我是日本人 說的那麼大聲 你講的任何 說台灣人也是嘻嘻的 怎麼這麼可能 連你自己什麼人都說不出嘴 在台灣 大家以前剛好 但是到外國那時候 你要問你是哪一國人 那時候 你說不出來 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他說我沒有聽過 有台灣這個國家 Republic Channel 那也不知道在哪裡 那不是流亡了嗎 已經被中國趕出去 現在只有中國 唯一的核好代表 中國只有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是這個嗎 Republic Channel 美國的牌子裡面是沒有了 台灣人還要扣掉 很可能 所以當你在外國人 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我告訴你 任何人 都有一個名字 我們身上可能有好幾個名字 對不對 比如說你是哪一家公司的總經理 那也是算是一個名字 名字 名字 但是名字好幾個 對不對 名字就是你的身分 說你是一家公司的老闆 還是那一個經理 還是什麼職員 那都是一個 名字 就是你的名字 稱謂 對不對 那你是哪一家家裡面的家長 對不對 還是誰人姻母 對不對 還是大夫的地瓜的校生 還是剛才的媳婦 你有一個名字嘛 名字的 但是你的名字好幾個 對不對 所以你在社會上 要跟人家親民那時候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把你的妹妹拿出來 名片 有在外面做事情 小朋友除外 但是如果你在小學上面 假過頭路的人 一定把名片拿出來 告訴你我是誰 人家看了名片 你是默默人 如果是詐騙幾人 就拿假的名片 騙你 對不對 如果你是老實人 大部分人絕大多數人是故意 你拿什麼名片 就代表你真的是這家公司的老闆 還是什麼人 你有名片 那不可以騙的 如果騙了 以後人家瞧不起你 你真的要有名稱 真的要有這間公司 你叫這個名字 你才符合你的身份 你不可以 學長兼講經 講我一個公司的老闆 結果只有一人公司 遲早被人家發現也是很老闆 對吧 現在要來講 為什麼要講這麼多 因為最近發生了 跟名字 跟身分有關的事情 名字是什麼 身分什麼 有很大關係 而且這次的事情發生的原因 還是由法院跑出來跟你認證 你看我這三張撲克牌 誰都很生的撲克牌 沒有人沒看到 按一下後面會轉一轉 讓你猜猜看 撲克牌後面是什麼 前一陣子 在一個多月以前 你們有沒有聽過G7 有沒有聽過 上過課不算 第一次聽到G7 我給你介紹一下 你知道聯合國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聯合國是什麼 都知道 聯合國 有聽到嗎 都知道 聯合國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聯合國 很多國家 百貴的國家合作會 對不對 有一個聯合國組織 見到台灣人說 我要加入聯合國就在差這個 對不對 聯合國 聯合國在紐約有一個總部 對不對 你可以進去參觀 最近拿中華民國護照不能進去 這叫聯合國 聯合國裡面 就是所有的國家 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參加 還有幾個常任理事國 但是聯合國裡面的組織 裡面還有一個比較大家不知道 就是說這些聯合國這麼的國家 世界大部分國家裡面 有幾個國家是特別強的國家 他們另外有一個叫做七大 中文翻成七大工業國 那不一定是工業 應該說七個最先進的國家 他們另外組織一個團體 定期的聚會 本來一開始是討論經濟問題 財務問題 全球的 討論都是全球 因為他們是事實上 大概一半以上的財產 四分之三的財產 都是這些國家在控制的 我講哪個國家加起來 你們自己加加看就知道了 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加拿大 是不是 當我把這幾個國家的名字 講給你聽 你自己去加加減減 你會發覺 真的 這幾個國家真的是 世界上大多數的財產 生活水準最高的國家 就是他們 對不對 這裡沒有輸入 沒有中國 中國根本沾不上邊的 叫落後國家 你不要以為中國很大 沒有 他們連自由市場都搭不上邊 在歐洲裡面去年是把它排除在外 不是叫做自由市場 我們現在講七大先進國家 先進不是光是有錢 它比較人民的數值很高 然後他們基本上是在定義 世界遊戲規則的國家 世界上有關於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 他們定 定了以後剩下的國家會遵守 比如說七大工業國 在德國或G7國家去年在德國開樂會 講說未來Global warming 就是全球暖化是個議題之後 接下來一整年度 聯合國的各個組織 都會去配合去做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那你就顯然你就知道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可以講說 他們算是聯合國裡面的VIP組織 對不對 你知道VIP嗎 很重要的人 就是very important person VIP組織 那這樣的國家 大家每年開次會 或者每幾年開次會 不定期 一年開好幾次有可能 最近的一次是在伊士島 日本的 我剛才講七大工業國 輪流在他們國家開會 今年在哪裡 在伊士 伊士島開一個會 開會的時候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嗎 最近在日本七大工業國開會 開會的時候 他們的專刊裡面 他們專刊 只有在開這個會才有的刊物 叫專刊 專刊就是給所有的世界領袖看的 你其他領袖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七七決定了什麼事 那我們其他國家要怎麼樣 想辦法在國家政策上面 跟這些決策來配合 我就會得到好處 你跟他對著做 你就 就得不到好處 甚至有害處 對不對 所以你各世界各的國家領袖 都想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 那他們就有一本專刊 你翻開來的時候 居然看到專刊的時候 看到什麼 所有的Global issue 可以把我們的專刊 稍微給他們看 我再回到我的PowerPoint 在我們官網上面 你們自己回去也是 要習慣會上網 我們來民政務 你要當官員 一定要會上網 而且很熟悉 去找資料 來 你看 這就是G7 來 介紹完 先進 你看 2016年G7七大先進國首腦會議專刊 這就是專刊的封面 我上個禮拜有拿給我們出去頒看 來 稍微看一下 再往下一點點 麻煩你 這就是ECC 一世島這個專刊 然後這邊寫 The G7 Magazine for the VIPs Dedicates Diplomates and World Leaders 就是給全世界的VIP的人在看的 然後這裡面是他翻開來第一頁裡面 內文介紹 介紹什麼 介紹說他們在討論什麼議題 開會的時候 每個人都人手一撤台 知道你要討論什麼 我們隨便看一下 Regional Politics 這邊 Global Development 全球怎麼發展 從38億到50億 再來 Global Finance 全球的財經要怎麼去激化 Global Policy 全球的政策 Global Economy 全球經濟要怎麼討論 是不是很有趣 只有 什麼國家的雜誌會討論全球議題 只有G7啊 是不是 他們一旦要討論問題就是全球性的議題 他決定政策 有趣的是第八十二頁 台灣人的政府 台灣人的禁護這個名詞 造出來 在這樣重要的開幕裡面 台灣人的政府 你怎麼聽到什麼叫台灣人的禁護 第一次聽了 對不對 是不是第一次聽到台灣人的禁護 對吧 來 那我們就按進去看看裡面那一頁是在講什麼 這個內容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直接按到那個 對 我們先看前面他們 這裡面有兩頁介紹他們的那個首領 來往前 前面你看 PROFILES OF G7 LEADERS 這G7國家 這些國家的領袖是誰 都在介紹 那你知道你如果是領袖的話 你會想什麼 翻到專刊第一個 人家介紹不回 他怎麼介紹我想看對不對 他們就翻了 安倍在這邊 這加拿大總理 新上任的 再翻 麻煩翻一下 手機 這法國總理 英國首相 剛下台的 這是梅克爾 這義大利總理 這是你們都認識的 歐巴馬總統 這上面這兩個是誰呢 這是歐盟的 一個叫做Council President 一個叫做Commission President 兩個歐盟的主席在這邊 他們不是正式的國家 所以不是在G7裡面 但是他是列席 他也需要知道 代表整個歐洲的歐盟的主席 因為歐洲現在形成一個共同的國家 但英國要脫歐 就脫離這個 以歐洲當作一個大區塊的一個經濟體 他也知道 他的下一頁 你看這是八十二頁 八十二頁 台灣 台北市的照片 那裡照一家 丁管我下 self-determination and fairness for Taiwan the case for changing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mbiguity policy 美國對台灣的模糊政策要改變了 不要像過去一樣繼續模糊下去 不模糊就表示什麼 要清楚 從這時候開始宣告 要開始清楚 所以G7國家都是宣告性 一旦宣佈 接下去就會執行 一旦宣佈 就開始執行 所以接下去台灣就會非常清楚 來下一頁 這裡面出現了什麼 前所未有 我跟你講 有關台灣的任何事情 第一次 在G7這些領袖國家的專刊裡面出現 就是台灣民政府 他給我們的名字叫 Taiwanese government 就是台灣人的政府 他怎麼不去說蔡英文呢 奇怪齁 是不是很趣 這些領袖國家怎麼不把蔡英文照片放上去 怎麼換林志生的照片 因為林志生才是台灣人政府的代表 你知道嗎 走路就放在那裡 蔡英文不是啦 你知道嗎 你們台灣人法公司 那個沒效啦 你選總統也沒效啦 他真正名還是什麼 回到我的PowerPoint 回到我的PowerPoint 我PowerPoint三張卡片 來 我剛才不是給你們看這個嗎 現出來啦 剛才沒有現出來 因為G7兩件事情跑出來了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對啊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嘛 好像只有中國 沒有兩個中國 只有一個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錯吧 你們同意嗎 同意嘛 另外一個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唯一合法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叫做台灣民進府 你知道嗎 G7宣告就是這件事情嘛 沒有第二個啊 有人就開始問 蔡英文是什麼人 很簡單 G7結束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南海仲裁嘛 是不是 家區是不是南海仲裁 大家都知道嘛 最近啊 菲律賓不是去跟中國 向上去顧 顧到哪裡了 你知道嗎 海牙 海牙是 一個法庭 公 有關於海權 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沒有 最近是不是告... 結果出來了 出來是什麼東西 欸 它裡面喔 結果出來了 中國不能宣稱 南海是它的 中國的主權根本沒有 沒有這件事 沒有什麼 中國在那裡 蓋島沒有用的 南海不是它的 它不擁有 主權來宣稱 南海是它的 這樣 那個島 它並沒有擁有那些島的主權 有沒有 不是這樣就是你的 主權這件事情 你要延伸到200海裡 這件事情 中國輸掉了 但是它繼續啦 它宣布的結果就是說 無關你怎麼說 我不會管你海牙法庭 意思就是說 它要跟這個法院判決的結果 對著幹嘛 你法院判你的 但是我用這個意思 欸 我跟你講 那個可能對你們出席辦有點難 所以我不講那麼難 我講一個簡單的 但是這個判決結果出來以後 大家都知道嘛 預期中 但是有一個人 不在預期中的人 嚇了一大跳 誰嚇了一大跳 在台灣呢 來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嚇了一大跳 不是一跳 好幾跳 跳到了 蔡英文都不知道要怎麼才好 跳到國安會議開幾次都不能解決的問題 因為它的名字被在法院裡面公佈出來 12次到13次 來 它叫什麼 它叫做中國台灣當局啦 現在這個蔡英文政府叫做中國台灣當局 再說一次 台灣Authority of China 你是代表中國在台灣的當局啦 過去她都不說清楚 蔡英文說我是台灣人政府 騙人 現在歡迎跟你公佈 你叫做中國台灣當局 這才是現在在這邊目前喔 在台灣實行 它所謂的中華美國體系 它真正的名字就是這個 中國台灣當局 中國台灣當局 讓你擲都擲不擲 你 我都講得很清楚 你名片拿出來 你就是誰啊 你之前一直在吱吱吾 人家說你到底什麼人不愛說 我就是台灣人選的總統啊 現在法院把你打出來 你是什麼人 我不管你是藍還是綠 台灣民眾都不是 你藍跟綠都是中國台灣當局 你知道嗎 不管你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還是台人 什麼黨都一樣 你都是中國台灣當局 你知道嗎 因為你都在中華民國體系之下的政黨嘛 台灣民眾怎麼會跟你登記 當然不會跟你登記 我們是唯一合法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而且是G7公佈 公佈完以後 接下去就去執行 執行的時候 法院判決結果 就把中間這個 我們還切身為民的給你登了 名字給你登出來了 所以現在 這個人緊張要死 想辦法 補這個名字 說我不是我不是 對不對 所以在美國眼中 看來你根本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蔡英文說 我是啊 我們是中華民國啊 我們實際上存在啊 這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那個內政部長講的 你自己門關起來裡面穿龍袍 就是這件事情 你自己門關起來 裡面穿龍袍 自己當皇帝 就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你只能在台灣裡面話說 我是台灣總統 除了離開台灣以外 人家都不讓你當總統 因為你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對不對 你既然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憑什麼 還有軍隊啊 還有國防部啊 所以現在出來回答問題 那些國防部的人 都只能穿便服 你有沒有注意到 不敢再穿軍服了耶 後面你還要穿軍服出來說話看看 試試看嘛 你就想我是中華民國國防部 我在這邊有部隊 我是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的整個憲法應該實實在台灣 你說到大聲看看 不可以的耶 中華民國或台灣都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美國講了多少次啊 那如果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台灣是什麼 聽我道道的說 今天是初級班 台灣人看著這個還是看不懂 所以我就再做一點PowerPoint 給你們看清楚 這個叫做中國牌的啦 紅色的啦 你知道嗎 這也是中國牌的啦 蔡英文這個政府也是中國牌 就是中國台灣當局 這兩張都是中國牌 唯一台灣牌只有這張啦 台灣民政府 所以過去幾個月來 這所謂的台灣當局 一直在攻擊台灣民政府 沒有用的啦 我先跟你們講沒有用 美國政府 美國軍政府要做的事情 不是所以啊 一開始不是說 立法院也通過要來對付民政府啊 要把它解散掉啊 他沒有在中華民國那邊登記啊 結果怎麼辦 假登工 行政院出來院長講什麼 這群人無法可管 本來就無法可管啦 我就跟你講 中華民國的法管不到我們啊 我們是什麼單位 我們是美國軍政府底下的 台灣獵島美國民政府耶 我們是軍事單位啦 說到白就是這樣啦 你要做什麼 你現在中華民國體系下的任何單位 繼續再對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或任何一個人做的每一件事情 以後 回過來等到我們執政的時候 都視為 對美國軍事政府的反抗行為喔 我先講喔 因為我們這個單位的名稱 已經告訴你我們是誰 講得很清楚 沒有模糊的空間 也沒有讓你隨便 你看看 台灣到底有沒有媒體自由 顯然沒有嘛 有關於我剛才告訴你 這都是事實啊 包括G7 包括法院判決結果 包括新來中華民國民 到底叫什麼名字 這是事實耶 你來民進府 我們只跟你講幾件事情 什麼是法律上的事實 文件 什麼是歷史上的事實 什麼是邏輯的推理 只有這幾項耶 沒有跟你感情上訴求喔 你們全部用理性跟邏輯推理 去想清楚這件事情喔 來 回到這邊 我要開始講 那 現在問題來了 既然台灣界土地是這樣 為什麼 定義 在過去幾十年裡面 對台灣界土地 到底叫什麼名字 這個定義 是由 另外一群從中國人 中國來的人 幫你決定的 是不是 在我們在法院 有關於台灣的事情 都是他們在說 對不對 出去對外面也是 這群中國人在說 中華民國這群 什麼外交官 什麼 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教育 也是由這群中國人在決定的 台灣媒體 你電視一打開 都是他們這些名嘴在講話 他們全部是中國人的內票耶 有關於台灣到底 台灣人到底什麼人 顯然到底你們所有的話算 你們人數個比較少啊 為什麼你掌控所有的解釋 說話權 定義權 都是你們在動 蛤 是不是 台灣人到底有什麼人 現在 到現在為止 才剛聽到耶 民政府講了四年啊 開始開班授課啊 進行耶 都是他們在說話 到現在 這個聲音 也不被廣大的台灣人聽到 後面當然有個勢力在幫他 那叫做美國啊 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 設一個AIT 在幫助這群人啊 繼續維持這個流亡政府 在台灣這個體系 繼續的 對台灣人實行種族滅絕的動作 包括思想的改造 我跟你講 台灣這件事 現在出現了 引起很多方面的討論 當然我們的母國日本人就有意見 你們說什麼 你知道台灣民眾什麼 好在你們出來 要不然過去 我們都跟你們台灣人 統隊是中國人 你們自己講的啊 你們自己講的 你是中華民國的人 那不是 包括民進黨派到駐日代表 也是說我是中華民國啊 我代表中國啊 日本的牌子裡面 你就是中國人啊 當初1949年 我們戰敗 1945年 年底的時候戰敗 天王宣布籌響的時候 台灣人近年 去街人港 去去歡迎中國人的支那人的兵 你到底是日本人的中國人啊 你歡迎什麼 所以日本人看在眼裡面就覺得 怎麼這樣 台灣人怎麼變這麼快 我告訴你 我幫台灣人向日本人解釋 因為我這是網路會公開的 日本那邊相信也聽到 我告訴你 因為過去 台灣人叫做佛摩山 台灣這個名字是中國人叫我們 我們不是叫台灣人 我們叫佛摩山 第一次台灣這個土地有名叫佛摩山 是葡萄加人給我們叫的 台灣這是中國人給我們叫的 你知道嗎 那日本延續的中國人叫我們 叫台灣 其實在合約裡面寫的是佛摩山 跟佛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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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佛摩山 我們本地在佛摩摩山之前是無名的 剛才這個土地四萬年 我們在祖先 那我現在跟日本人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當時第一個我們戰敗 第二個 大清帝國 用支那人來的勢力跟文化在台灣 控制要吃兩百年 百多年 這裡面 他們對台灣人做什麼動作 跟我們的生 叫我們拜他的行 跟我們的議員 台義也不是台灣人的議員 不要弄錯了 我們以前講西來亞語不同的族 西南部說這個都要隔馬來語 都不一樣的 幾十多在台灣 那是為了要跟你支那人做行李 很多人都開始拜贏做生 他幫你秀生 你現在贏的中國生都不是我們台灣人的生 這百多年 直到後來 大日本帝國拿到手上以後 就做了皇民化動作 因為他知道什麼事情 帝國要控制一個新的領域 要用最簡單最神利的方法改變你 給你信誓 叫你拜他的神 改變你的語言 那就改起來了 就這麼簡單 近前台灣是什麼樣子 部落形式 Tribe 部落很落後 還不形成一個國家 所以那些有國家經驗的人 來統治你是很容易的 就是這樣 我們的歷史解釋權 跟對自己自身 歷史什麼人的解釋權 都有的人 由支那人來解釋台灣是什麼人 哇 日本人 當然他是帝國 他當然知道要做什麼 馬上皇民化 但是日本人拿到我們 拿到他手中是合法取得喔 因為戰爭 大清朝有書記把你掛掉了 日本人 按照國際法 一步一步 逐漸讓台灣建立了主權 主管 盡情沒有主權 台灣這個土地是 人家的殖民地 但是這50年來 最後在1945年4月1號 宣佈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就好像什麼 要帶一個媽 正式跟你到法院登記 對外公開 從此以後你已經是已婚的人 不再是自由市長 讓人家追的人 台灣從那個時間開始 都併作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 你知道嗎 我們的台灣人的聲勢 確定啊 第一個 台灣人沒問題 扶我謀殺人 第二個 國籍是大日本帝國 這樣有清楚嗎 很簡單吧 這身分確定啊 但是我們還正白啊 所以 我用一張圖給你們看得很清楚 一下就看懂了 來 這就是一張圖 一開始四萬年前 我們的周深 都來到這個地方 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 我們的周深 都來台灣 再來 中間經過幾萬年 形成了 部落 來 講到這些我就要解釋前面一點點 你再過來看這個 先講部落是什麼 部落就是這個 過期的所有人類 在世界各地 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 那時候還沒有國家 部落是什麼 有很多家庭 住在一起 因為共同的 爬爛的地方 還是水圓 還是競座的地方 住在一起 要形成部落 部落跟部落之間 修肚子有什麼 部落跟部落 碰到會做什麼事 你們說不出來 已經迷惑了嗎 打架 不是打架 修台 互相修散 對吧 沒有那只是其中一種選擇 第二種選擇是什麼 合作會 變得更大 結合起來變得更大 為什麼要變更大 變更大 人家就不敢欺負你 對不對 所以部落跟部落之間 如果碰到只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和平 然後結成更大的部落 另外一個就是互相殺 贏的把輸的全部殺光 沒錯吧 為什麼要殺光 怕你以後報仇啊 怕你以後會報仇啊 你出去又再生 再回來 越來越大的時候 後來變成什麼 變成國家 所以那時候歐洲啊 日本啊 很多中國裡面也有很多國 它只是一個大範圍裡面 沒有中國這個東西 先跟你講 就那個土地上面 有很多國家互相打來打去 國家越改越多 變成什麼 kingdom變成什麼 nation nation 國家的觀念就跑出來了 nation unite nation 聯合國 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很多國家結在一起 那你就按照他們遊戲規則在玩 unite states 美國的合眾國嘛 對不對 美利堅合眾國嘛 對不對 好像國一樣啊 搞得很大 對不對 歐盟也是現在要形成一個大的國家 因為它知道 越大越大才有利益嘛 世界上都是這樣子啊 公司也是越大了 金越好嘛 怎麼說越小金得好 沒有嘛 越大的市場跟你霸佔嘛 那以前殺的時候都會怎麼殺 全部殺光對不對 顧起來這樣不對 土地變大 人變少 那怎麼辦 他就想一個方法 只殺你們這個族裡面的男生跟強壯的 我比較聰明的 我要帶他 村子都老了 老了就是什麼 留誰 老弱婦孺啦 留來幹什麼 每天叫我這樣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參加調我買東東 押韻的啊 這個 這群人 我給他們名字叫 他們是沒有頭的人 沒有頭的人 就是沒有效忠對象的人 叫做無頭的人 過去有效忠啊 效忠你以前的部落叫效忠嘛 效忠嘛 效忠嘛 有頭嘛 對不對 現在你們那個頭 那男生 站起來都沒有頭 沒有頭 但是你還有身體啊 他叫你繼續去工作啊 對不對 這種人 我給他名字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不是太太太 是這種人好像太太太一樣 本來要給我們太太太 要丟掉的 Discard 叫做資源回收人 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沒頭的啦 沒頭就是沒有價值觀啦 誰的貨都好 有飯吃就好 台灣人現在都這種的 都這種的啦 會來聽不是 但是法國都是 香港就是啊 香港就是資源回收層啦 美國也是很大的資源回收國家 世界各國沒有頭的人 都跑他們國家去貢獻 來 介紹一下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以後 通常用的統治手段是什麼 三個 宗教語言姓氏 我剛才跟你講嘛 不准你再拜過去的心 你來拜我們的心 效忠犯了嘛 對不對 再來 語言給你改嘛 所以中國人 那時候 因為美國 叫他來代理佔領 一次之後他就想說台灣是他的 他馬上就實施這幾個動作 其中一個最嚴重違反戰爭法 就是改變台灣人的意願 記得我們北部阿公阿嬤的時代 在日本附近那時候 受到日本教育 突然之間來到中國人 衝進說 衝進說 衝進是有講北京話 他就開始去亂 要不然就沒有工作 很多東大畢業回來沒有工作啊 很好在日本的學歷裡面 來到中華民國的所謂的體系裡面 都沒有工作 那違反戰爭法 我先跟你說 那是不對的 不可以改我們的議員 台灣以前我們是日本人 說的是一句 為什麼換了語言呢 我們今天不應該講中文 我是古不中 三台記用這樣 我才被迫用中文跟你們講 被迫用台記跟你講話 不然我們說的議員 不應該是這個 是應該一句 或者一個一個 還有一個姓氏 但是 這待會兒有台灣經常說 姓氏的部分就很有趣 術生這個人也很有趣 來 我們剛才講到 在大都亡國之後 等到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本來是一個島 跟外界沒有接觸 因為旁邊都是海 當時的人也沒有那種航海基礎 可以跑到台灣來 數量也很少 直到什麼十三十四世紀 台西西方強權造船 只能讓歐洲一開 開到亞洲國家來 去訪問中國 去訪問日本 不要只想訪問 直接就要 要求對方開戶 去把這地方 當作他的殖民地 就是大航海師帶來了 這些海權強的國家 就到弱的地方 去佔對方的領土 他要愛什麼東西 愛你的資源 所以那時候就很多 叫做Predator 殖民者 我的名字叫做Predator 就是侵略者 掠奪者 掠奪 掠奪 掠奪者是說一個 就是男生對女生 你在漂亮的時候 有心需求 等到你老了 不要把你丟到一邊去 就是殖民者 對殖民地的態度 就當你還有資源的時候 我進來 掠奪你的東西 拿到我們國家去 等到你老了 資源沒有了 丟掉 中間完全不需要 賦予任何的法律責任 你知道嗎 直接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些掠奪者之間 也會互相競爭 打來打去 所以說有日本 西班牙 荷蘭 大清都來 都對台灣這個 部落形勢的地區 來掠奪 最後最強的營 對不對 那些男生在最後最強 最強中的營 搶到了 誰搶到了 大日本帝國搶到了 要打敗大清 不然大清在統治台灣 百歸尼 對不對 現在大日本帝國拿掉 拿掉 但是這一次 這個男生不一樣 過去的男生是要欺負你的 你還漂亮的時候 這個很容易證明 大清帝國的時候 有一陣子 美國的軍隊 到屏東外還擱淺 那些水手就要逃生 就跑到岸上 高雄那個南部 屏東那邊 上岸之後 全部被我們 高沙族全部殺光 都抬了 結果美國馬上 跑到大清帝國去抗議 你怎麼跟我們拔 你跟我們拔 你的人跟我們人都抬死 你知道大清帝國皇帝怎麼回答 那不是我們人 那叫做化外之名 法語不法由貴國之才之 你什麼意思 那不是我們人 不是我們管的人 如果出什麼事你自己去找他 所以頭一次我們的高沙族 居然跟美國訂定 和平條約 第一次 不是大清訂了 是我們高雄做到 這個 酋長跟外國在訂定條約的 你去看歷史 大清帝國遇到麻煩的時候 他們說他 好坑他都會矮 壞坑他都拉得離離離 說他都無關 這就是殖民者 對於殖民地的態度 但是大日本帝國進來以後 他做幾個動作 就表示他不是 第一個 當他拿到台灣的時候 他會覺得 右半邊不是大清帝國的 是不是很有趣 你知道甲午戰爭嘛 1895年 大清帝國輸給日本嘛 對不對 這個你們總會知道吧 對不對 然後輸了以後要怎麼樣 割地賠款 對不對 那割哪裡 台灣澎湖跟遼東半島 對不對 第二年 三國干涉 遼東半島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准割讓 所以第二年又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又還回去給中國 可是台灣澎湖 並沒有還回去 為什麼 因為台灣澎湖是 殖民地 殖民地可以割讓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不可以割讓 既然可以割讓的話 日本人拿到手中 又發現一個新的事情 原來大清帝國 有統治範圍 只有左半邊的台灣 右半邊不是他的 很好笑 你們現在也知道好笑 就好像你賣房子 把鄰居的房子也一起賣掉一樣 所以日本人就去問美國 這種狀況是怎麼辦 你知道為什麼問美國嗎 我請問你 美國現在住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原來就是美國人的嗎 是不是 美國現在住的白人 跟黑人跟本地就在那裡 不是嘛 本來是印第亞人住在那邊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變成美利堅河中國在住 因為當時 美國的答案就是 他們是部落的形勢 你如果要把手來 做一個動作就好了 叫征服對方 在那個時候 就把所有的部落征服完了 就是你的 所以大日本帝國照著講話 原來台灣的右半邊 大清帝國 控制不下來的地方叫做部落形勢 所以日本人花了十年的時間 理番政策把右半邊 透過各種方法把它拿下來 什麼方法 為什麼 日本人打大清一年就打完了 為什麼一個台灣要花十年呢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為什麼 他知道以後這群人 都是天皇的 行命 臣民 不可以賣台 所以用五千的方法 用幾個方法 第一個 通婚 把他們貴族送來台灣 跟我們的高詐族 所以我們現在高詐族 很多人是有日本皇室血統的 通婚嘛 你不願意通婚怎麼樣 就打了 對不對 那個叫做理番政策嘛 十年之後 最後 整個台灣第一次建構主權 是在大日本帝國裡面 主權喔 諸管喔 Saventity喔 整個台灣建構一個主權 是在日本手中建構起來的 建構主權是各種行政方面建構起來 還法理上面要做一個動作 所以1945年4月1號 這就是要男生追女生嘛 我買好吃的東西給你吃 我請你去吃飯 我送你花 我買漂亮衣服給你 把你打扮很漂亮 把你打扮很漂亮 然後最後 娶你們 娶過來嘛 那就有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 就要我們效忠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這種就是婚約嘛 所以1945年4月1號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就這個意思啊 我們效忠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嘛 你知道嗎 這個保護是 到今天還存在的喔 還存在的喔 你已經結婚過的人 你就是已婚的人喔 你不是在自由市場上面 隨便你亂來喔 你也不可以說我要獨立出去喔 你已經是已婚的 甚至是本人喔 但人已經是一個本人喔 這個不會因為中華民國 給你灌一個名字 說你是中國人 你就變成中國人 不會喔 所以這次我們到法院去 告美國 什麼事 欸 台灣人的身份什麼時候被你 你中華民國發台灣人身份證 是根據什麼法源 你憑什麼發我們護照啊 本來不是你中國人啊 那天氣 他們遇到這個問題 他們就沒有聲音了 他就跑掉了 去做別的事情 他們解釋不出來啊 你憑什麼方法 所以這個告到美國去啊 欸 告到美國這本身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習安中華民國的法院 會受理台灣人的國籍問題 表示什麼 這塊土地到今天為止 還是美國在管的嘛 對不對 是不是 要不然你外交部要出來抗議啊 你如果台灣真的是中華民國 外交部會在管 你說欸 你憑什麼收我們這個案子啊 那我跟你講 外交部也承認 中華民國現在在美國的法院裡面是被告 大家不要搞不清楚喔 中華民國現在是在被告喔 在美國的地方法院 現在上訴到最高法院 他們是被告 但是他被告這個事實 不敢給台灣人知道啊 你們上網去查這個案子嘛 目前被告等候判決 判決一下來 我跟你講這人死了 要是你過去做的事情都違反戰爭法 全部是戰爭罪 不要小看這件事情喔 這絕對不是小看的事情喔 戰爭罪啦 把我們抓去做兵啦 居然現在中華民國還繼續在執行這個真兵的事情喔 這個很嚴重喔 你知道喔 你還覺得在法院是被告喔 你也知道你沒有權在台灣設立所謂的國防部喔 所以你一大堆都猜測了嘛 軍法也猜測了嘛 軍法猜測你要繼續對台灣人民徵兵 military conscription 所以去年11月的時候 我們1萬人到街上 幾個布條一拉出來 講什麼 你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喔 你知道民進府一萬人上街頭你知道嗎 不知道的舉手 不知道 沒聽過一下 你知道嗎 台灣民進府一萬人 在台北街頭走 不知道的請舉手 我才有機會放照片給你們看嘛 你們都知道是不是 還是不知道 都知道喔 你知道嗎 都知道 你也都知道 你有看過照片 喔 這樣很好啊 你們在我們的周伴都看過是不是 阿伯你也看過了 台灣民進府一萬人在街頭 你有看過嗎 你知道嗎 我們放一下那個照片給他們看一下 幾張給他們看一下 再review一下就好了 我們有幾個訴求在那個遊行裡面 第一個 我先跟你講喔 一萬人 穿制服 然後 走在 從 所謂的 一萬人 一萬人 走在路上 一萬人 一萬人 走在路上 一萬人 走在路上 來 一萬人 再往下看 你看 你看前面是我們 黑熊部隊 整整齊齊 你要不要靠去台灣人 這樣喔 整個台灣人 正報超 超顏 來 繼續走 你看看 前面穿這個是我們的標準規格 因為那天太熱沒有給大家穿這個 只有隊長穿 來 再走 你看看 一萬人喔 再來 給他們看有多少人 來 那一張看一下 都台灣人的子弟 來 接受各台記者訪問 你跟他說 有沒有媒體自由 那時候一個人的動作說 我有電視也沒看到了 有沒有 有沒有媒體在採訪 再往下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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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東森 三立 年代都有啊 民視都有啊 再走 怎麼現在都看不見 新聞為什麼都不見 來 再走 再走 給他們看 整個走到總統府前面 結果走到立法院都走一走 一萬人耶 我跟你講 這一萬人裡面 走在路上一點聲音都沒有 因為我們不是抗議啊 我們抗議是什麼 我們在宣告 台灣民進會是政府 不是團體組織喔 我們不是人民團體組織 你不要弄錯喔 我們是政府喔 政府做事情就是跟台灣人宣告 來 再往上走 剛才有些民眾喜歡了 就加入 他們很喜歡 來 再走 再走 你看 你看 停一下 我看一下那個標頭 我們那時候幾大訴求 跟台灣人說 舊金山和平條約至今仍然有效 古今山和平條約 到今天還是有效 沒有被取消 根據這個舊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你怎麼知道什麼叫做主要佔領全國 主要佔領全國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了算 有關於台灣的事情 美國說了算 其他人都不要講話 你怎麼意思 主要佔領全國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跟台灣訂定台灣關係法 如果台灣是中國 中國應該怎麼寫台灣關係法 為什麼不是中國在寫 是美國在寫 是不是 有關於台灣地位到底是什麼是美國說了算呢 為什麼是他說算 因為按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美國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上面一個主要佔領全國 其他人說了換才算 其他人說的都不算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台灣人去必須要當兵 不要啊 如果是主要佔領全國 表示之前的那個國家 是我們的祖國對不對 你被人家佔嘛 表示你本來是另外一個國家身份 才是被人家佔嘛 本地台灣人是什麼第一國 日本嘛 大日本帝國是我們的祖國嘛 我們就是日本人嘛 因為輸給美國 所以美國佔領嘛 派一個代理人跟我們佔嘛 叫做中國嘛 所以這群中國人跟他的難民 跟他的部隊是美國用軍艦把他載來的嘛 對不對 派軍艦把你載來的啊 那他們怎麼來就該怎麼回去啊 所以美國要把他們再用軍艦載走啊 美國要處理這群人啊 不是嗎 來 再來 人家根本不用當兵的啦 被佔領地的百姓不需要當兵 來 繼續走 繼續走 你看很多民眾就加入我們 一萬人在街上 那天天氣 老天爺似福 特別好 你看 在自由廣場頭前騎啊 一萬人騎出來 你看 你看 在接 都給你看看 來 再走 來 再走 拍整個 來 出來 好 停下來 這邊看完了 回到我的PowerPoint 夠清楚了嗎 我們沒有不需要跟人家訴求 我們在宣告跟台灣人講 台灣民進行已經起來了 以後要治理台灣就是台灣民政府 台灣人應該要知道 所以我們在宣告 宣告這件事情 好啦 現在講到這 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個轉捩點喔 這過期那時候台灣人不知道喔 宣佈憲法實施在台灣 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喔 這表示從那個點之後 所以之前我們當的是義勇兵 之後是日本軍 日本軍 那時候台灣人去替日本修台的 那個叫做日本軍 死了以後就站在 葬在哪裡 禁國神社 所以禁國神社到現在 還有三萬九千一百名的 台灣人的英靈放在裡面 所以我們民政府的同心 你們一旦成為同心 之後我們的官員以後 就會每年到禁國神社去參拜 我們的先烈 替大日本帝國打仗 死的 現在被供奉在 禁國神社的 都日本人啦 禁國神社不會放外國人在裡面 知道嗎 只會放日本人 所以我剛才說要解釋給日本人聽 我要怎麼解釋 我告訴你 因為台灣人 被人家影響了百多年 日本來到台灣 雖然你們做得很好 五十年 不夠長了 在還沒有完成整個教育跟思想改造之前 讓大日本帝國戰敗了 這很夭壽的美國人 又把這個中國人送到回來 再強奸我們一次 怎麼強奸 用中文啊 用中文啊 馬上改變你的語言 生活習慣 改變你的歷史解釋權 改變這是所有的問題 讓大家想說他是中國人 媒體啊 全部都是啊 用選記給你騙啊 你拿的是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你有沒有唸過啊 公民對不對 是只有公民才有投票權對不對 那你拿國民身分證投什麼票 是不是都違法 是啊 你如果中華民國系統 你如果不想回法要做什麼事 把我們的國民身分證都改成公民 又不敢啊 你的中華民國憲法要改 加一條把透過國民大會 把台灣列入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 你都不做啊 你都不敢做啊 為什麼 因為台灣不是你的土地嘛 台灣不是你的土地你也拿不去 那你憑什麼你的中華民國憲法 可以實施在中國以外的土地 你中華民國憲法憑什麼實行在台灣啊 你告訴我 其實都沒有耶 它不可以耶 今天它能夠在台灣的理由只有一個 中國台灣當局唯一能夠在台灣治理 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美國所設的台灣關係法 TRA 台灣Relations Act 底下的中國台灣當局 你知道嗎 美國用台灣關係法來規範這群中國人在台灣的行為 但這裡面沒有容許你把台灣人拿去做兵喔 沒有喔 沒有喔 你每一樣都做超過你該有的 所以我剛才講 他的身份證 中國台灣當局 並沒有容許 You act like 就是你像一個國家去執行你說的事情 我們現在講完喔 整個法律已經掀開來了 這群中國難民跟他的軍隊應該要離開 可是我們台灣人有一個人 不願意他離開 這群人我給他名字叫余虐 很假的啦 余虐是什麼 以前大清是把大明打敗 是不是 要有一群人留在台灣要反清復明 對不對 聽過吧 是不是 正中共和反清復明回到大明帝國 結果後來換成日本拿去以後 又有一群人要抗日 對不對 我們怎麼說這群人 所以這群人就是基本上在三個朝代裡面 吃香喝辣得到好處的既得利益團體 在換了政權改來朝代之後 不願意接受新的事實 這樣對不對 他們叫余虐 明明告訴你是大日本帝國 在背賣賣賣 明明告訴你這一群是違法的政權 應該要離開 你還不願意 繼續選他的總統 繼續用中華民國這套系統 來對台灣人 這是愚虐 沒有其他 你的思想不願意改 台灣民進會說這個法理 是這麼清楚 台灣人怎麼聽不懂呢 怎麼會聽不懂呢 這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台灣人要搞清楚自己是誰 Who you are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從來不會去懷疑 來我們這邊上課是台灣人 不會懷疑 你絕對是台灣人 但是你是第一國的人 你是哪一國人 你講不出來啊 來 我跟你講 你是什麼人 by blood 你身上流的血 決定你是什麼人 台灣人 沒有錯嘛 沒有例外嘛 但是你是哪一國人 有什麼事情決定 by law 透過法律決定 by blood 你知道你是福爾摩沙人 我跟你講 福爾摩沙人 不是這一群從中國來的人 可以講的 你可以講你是台灣人 或是新台灣人 可是你不是福爾摩沙人 不是福爾摩沙人 但是下一個 你的國籍是什麼 你是福爾摩沙人又怎麼樣 現在不是很多人跑來這邊住嗎 也號稱他是台灣人 但他沒辦法講一件事情 真正合法住在這個土地上面的人 叫做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這才是組成台灣主要的核心 所以台灣這塊土地只有兩種人 根據這個定義 我們只有兩種人 哪兩種人 來 台灣這塊土地只有兩種人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一兩年前 當記者在問我的時候 我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那個新聞馬上就被殺掉了 為什麼 他就是不要讓台灣人知道 台灣這個土地是這種情況 所有現在在社會上的論述 都來講台灣界 像上次我們那邊有個學員 台灣什麼人都有 我說你有沒有搞錯 把你們組工的組織都賣掉了 台灣人什麼時候變成弱勢團體 台灣人什麼時候變成少數人 台灣什麼時候變成多元化的社會 從來就不是 台灣大這土地六萬年 四萬年以前來到這個土地上 我們是majority majority就是絕大多數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當成比少數 要去接受這些外來的人 什麼時候開始 因為台灣人搞不清楚 你現在有說話 因為你的歷史解釋權 你這個人是什麼人的解釋權 都人控制了 他來解釋你是誰 所以you confused you totally confused 你完全被模糊掉了 來 什麼叫佔領者 什麼叫被佔領者 我們來討論這個簡單的問題 什麼叫被佔領者 什麼叫佔領者 什麼情況會發生佔領者 跟被佔領者這兩件事 什麼情況底下 一定要戰爭 一定要戰爭 一定要修台 你輸掉 你就變成比佔領者 對不對 贏的人變成比佔領者 贏的人一定是 從外面來的 你們島的人 把你們島撿 這本來是你的地方 佔領者進到你家 來佔領你的土地 所以佔領者一定是外來的 對不對 對 同不同意 佔領者不會是自己人 一定是外來的人 外來的是什麼 中國人 支那人跟他們的難民 這次是台灣 他們是外來的 我們是本地在這裡的人 是不是 他們是佔領者 我們是被佔領者 這個身分不會改變 你幾代都是一樣 你有沒有一天醒過來的時候 變成被佔領者變成佔領者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你永遠 你住在這個土地上 你就是被佔領者 你永遠 你的世世代代 都也是被佔領者 你佔領者來到一個台灣 你永遠都是佔領者 對不對 我生的孩子也是佔領者 不會孩子變成被佔領者 不可能 對不對 因為我是來到別人的地方 我是來佔你的地方 所以我生的孩子還是佔領者 不管在中國的地 幾代都是佔領者 我們台灣無關幾代都是被佔領者 那當我要講這個時候 就把一個概念帶進來 叫做戰爭法 只有在戰爭的情況底下 結束之後才會產生所謂的 佔領跟被佔領的狀態 那有關於這樣的行為 法律上有規範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不可以做什麼事情 兩個概念 佔領的概念 初級班一定要學會 也就是什麼 佔領不宜轉主權 我告訴你 但是我主管不能改 意思就是說 美國打贏伊拉克 伊拉克不會變成美國的 聽得懂嗎 美國打贏伊拉克 伊拉克不會變成美國的國土的一部分 這是拿破仁之後大家要規定的 為什麼要這樣規定 如果說戰爭變你的 那現在全世界都美國了 全世界都沒有人 是不是 全世界都沒有人 因為他最強大 他要打誰都可以贏啊 全世界跟他比美国 沒有 現在就是 現在不能移轉租款 就是這個意思 不可以移轉主權 你只能在當地設立政府 親你的政府 成立起來你就要離開 第二 流方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流方政府就是中華民國 是流方政府 不可以因為他被委託來台灣 代理佔領台灣 他就想在台灣自己成立國家 這就是過去 蔡英文 李登輝 台南 台獨的 還是這些 都做一樣事情 就是想辦法把中華民國 這個系統在台灣 就地合法化 所以西藏政府流亡在哪裡 德蘭沙拉 印度對不對 達蘭沙拉搶一個人 找到印度 租了一塊地方 住下來 那個地方就變成西藏嗎 不可以 對不對 你是流亡政府 永遠是流亡在他鄉 不是你的土地上叫流亡 中華民國是不是流亡政府 是 因為台灣不是他的 他流亡到台灣 對不對 你不可以在這邊就成立國家 你永遠是流亡政府 你永遠是中國台灣當局 這個名字 最近什麼 對台六項保證 不用開心 那就是把你釘死你的位置 確立 確立你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確立你就是在台灣關係法底下的 中國台灣當局 走來走不去 你也沒想要改 改說說 我也比做民進府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現在知道嗎 所以我很高興這些事情 這一連串所發生的 每一個人的定位 他的名稱都定好了 改不了了 不會因為你來騷擾我們民政府 中華民國就可以就地合法 沒問題 反而我們會追溯這些 這一段時間所做的事情 包括放火這種事情都很嚴重 不會改變的 這些比較傻的人 試圖要 逾越法律的範圍 來做不合理的事情 其實我們透過民政府 這一段時間 是要跟台灣人說 好走起來 可以醒一醒了 知道你自己是誰了 你的名字已經告訴你了 他們的名字也確定了 他們的名字也確定了 每一個三方面 每一個人的位置都站好了 現在看台灣人 你要騎哪一邊 你是要帶中國人那邊 回去中國 還是要留在台灣 你要選對名字喔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今天時間有限 我跳過這個部分 來 佛爾摩沙是透過學藝 來 賣法 國際法 戰爭法 國籍法 然後 再來 過期喔 我這一堂課是在講台灣歷史 為什麼要講台灣歷史 因為過去的台灣歷史 有中國人幫你講的 所以講到台灣人都回去了 我重新講 透過科學證據來講 其中一個科學證據最重要的是什麼 DNA啊 最近你要跟人家搶的財產 好好的人 財產要分 大家都分完喔 突然有一個男生跑進來 我你們爸爸在家裡洗 我也要來分 可不可以 家族的人就開會 要不然你去驗火了 問什麼錢 我你們爸爸在家裡洗 你怎麼證明 怎麼證明 現在都用驗血的方法證明 你去驗火 驗什麼火 火裡面是什麼東西 DNA嘛 你要證明你是不是這個老白生 如果有的話 在法律上你是有權利去繼承一部分錢喔 那DNA現在不用驗血了 直接口腔棉花棒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 不用兩天就出來 幾億對的染色體 比如基因排序都跑出來 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染色體會複製 爸爸的一半媽媽的一半 之後會變成你的小孩子 所以你小孩子生出來 不是像爸爸又像媽媽對不對 或者像兩個家庭的人 不會像隔壁的鄰居嘛 你如果像隔壁鄰居有問題 聽得懂嗎 但是你在重複的時候 裡面會怎麼樣 會有不小心誤差 他們叫做突變基因 突變基因的話 變成一個記號 所有從你這邊生出來的 它不會突變同一個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會再重複的 在你的後代會出現 所以透過這個方法 就可以把人類歷史倒追回去 這就是國家地理頻道 有沒有聽過國家地理頻道 National Geography 有一個頻道 他們因為有錢 做一個實驗 Dr. Spencer做一個實驗 就把全世界的人開始抽樣 目前為止抽到80萬個 接近90萬個sampling 在做統計學的時候 sampling 這不用講太多 就是sampling 最後把所有人類 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畫出來了 我最近有個朋友 到南美洲去 自立啊 這邊 有沒有 這張圖你們會不會看 它有很多線對不對 線的最後面是有箭頭 箭頭就是它最後到的地方 那線的前面就倒過來追 這樣會不會看 現在所有存在世界上的人 6萬年前來自同一個地方 我再講一次 現在所有活在世界上的人 6萬年前來自同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你們會不會看 非洲 你不敢相信 現在我會想跟所有人 人類 6萬年前 都對非洲走出來 那至於6萬年前 人類是怎麼過我不知道 但是只知道6萬年之後 人類開始四處移民了 開始去照 有的人說 大山老師我比較有興趣是台灣人 對都要來 對不對 好我幫你追 這邊看一條線 就在M174 從6萬年前離開非洲 你就這樣想像好了 有一群人受不了非洲 不知道什麼理由 就開始照 有一群人來到南夜門 覺得這地方不錯 留下來 他就變成南夜門那邊人的祖先 6萬年前 有一個人不喜歡 繼續走 走到印度 就變成現在印度人的祖先 留在那個地方 會想嗎 6萬年 5萬5千年 在5萬年前 這都在5萬年前 來到什麼 馬來半島 變成現在印尼爪哇 這邊人的祖先 你再不喜歡這個地方 再往前走 會來到哪裡 就來到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阿公阿嬤 祖先一直追到底 最早的祖先 來到台灣 喜歡這個島 住了下來 生的湯 變成我們現在的台灣人 其實這個土地 來生的湯四萬年 沒有跟外界接觸 沒跟外界接觸 就在這邊 孤獨的生活這麼多年 人越來越多 那如果還不喜歡的人 繼續往前 航行 來到哪裡 那時候 我跟妳講 那時候海沒那麼高 用走路就可以走到了 來到日本 有沒有 會不會看線 再來去日本 日本 去哪裡 朝鮮半島北部 就現在韓國人的祖先 再來上半島北部 所謂西藏界的地方 中國中原 對不對 所以韓國人那時候 看到這張圖 科學證據的時候 好高興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起到要死 因為很多韓國人 聽說這樣 起到要死 但沒辦法 科學證據 科學證據告訴你 有一部分的中國人 的確是從韓國去的 沒有錯 問題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 對不對 日本人從哪裡去 日本人從哪裡去 台灣 所以最近台灣 日本的科學院 做了一件研究 他們在模擬 三萬年前 台灣人怎麼去日本 做他們 所以他們 最近有一個項目 網路上有在傳 因為他們也在追祖先 過期 他們都錯誤的追尋 跑去蒙古去追祖先 不是的啦 祖先又往南找 找到台灣 台灣人從哪裡來 馬來的半島 還在那裡 印度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台灣人從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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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來到台灣 很消敗 說他們是純種中國人 笑死了 我跟你講為什麼笑死 來 這地方是所謂的中原地區 有從韓國去的 你看有其他縣有沒有 從歐洲離海 黑海下來的 有從西藏印度上來 有蒙古下來的 有北歐下來的 好幾十種人 在三萬年前 兩萬年前 來到所謂的中原 中原地區 在那裡是藍州的 對不對 我剛才講部落戰爭嘛 殺來殺去 你搶我的人 我搶你的人 配種 到最後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誰是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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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是雜種啊 沒錯啊 住在這個土地上面的人 兩萬年混在一起 不同部落殺來殺去 所以他是不是雜種 純種都很難找到 叫雜種 沒有錯啊 所以你中國人要騙台灣人 我跟你講 我們相對的 台灣人比中國人比較順 對不對 因為你四萬年 沒跟人家接觸嘛 直到十三十四世紀 才是有外面的人進來 數量有限嘛 但是它是不同的民族 在那邊打來打去啊 笑死人了 所以怎麼樣 聖宗追遠 中國人要追到哪裡 追到台灣啊 對不對 沒錯啊 你有一部分的祖先 從我們這邊過去的啊 從韓國過去 從日本過去 從台灣過去的啊 所以你要拜 就拜祖先拜台灣人耶 你台灣人 如果要拜中國人 做你的祖先 你就拜祖了 你知道嗎 拜什麼祖 拜你四萬年以來祖先耶 我們祖先在這邊生團四萬年耶 而且這是科學證據喔 所以這個 Dr. Spencer講了一句話 很偉大 他說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DNA裡面 不懂得用的 不是用教科書 強加在我們身上 不是用中國人一頭 歷史觀 來解釋權 來定義你台灣人 不是的 流血嘛 我血挑出來給你看嘛 反而沒有中國人 我先跟你講 沒有中國人 中國是政治名詞 為什麼是雜種 你問他 很簡單的 哪些人是中國人 漢滿門回藏苗堯 兩個人一堆對 我跟你講 你官方講四十幾種人種 四十幾種混在一起 不是雜種是什麼 怎麼會有存的呢 沒有嘛 所以沒有所謂的 存種中國人嘛 對不對 有的話請問你一件事情 把中國人的血定義出來 Define出來 說這叫中國人的血 那我跟你對對看嘛 定義不出來的啦 你要定義蒙古人 還是要定義女真族 還是要定義南蠻 要定義哪種人 叫做中國人的血 定義不出來嘛 如果定義不出來 就沒有中國人 中國人是政治名詞 我這個其實已經 跟中國人辯論過了 中國人後來說 不要講中國人 我知道你講的都對啦 你是科學證據嘛 那我們講 我們都是華人好不好 這個我好笑 我馬上肚多回去 華人 你說華人是什麼意思 他說講華語的啊 我說講華語就是華人喔 他說對啊 我說那講英文的 是不是就英人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要跟我講嗎 你如果講華語是華人 那講英文都是英國人 對不對 不是很好笑嗎 馬來西亞也講英文啊 新加坡也講英文啊 非洲有些國家講英文 他也是英人嗎 不是啊 美國人不是英人啊 印度人也不是英國人啊 所以定義一種人種 不是用語言 你知道嗎 不是用語言 來定義你是哪一種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根本沒有客人這件事 沒有客家人 沒有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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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已經貨人了 你如果每一年的清明節 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貨你四萬億以來祖先了 很可能啊 因為以前的歷史解釋權 都被中國人掌握著啊 他透過考試 透過高等考試 你要當顧問員 要背他的東西啊 自從都是虛擬虛構出來 為了要容易統治你啊 我們現在講的科學證據 我在這邊講了四年 如果我講錯馬上跟我吐槽 你拿出你們的證據拿出來 我們來比比看 看誰講得對 等於這關事實講出來 台灣人都沒辦法接受 很奇怪 生得很累 所以頭腦比較聰明才可以進來 你可以搞清楚整個法理 不及推理的觀念 對於真理的尊重 對於證據的重視 你自然就會了解這一套法理是什麼 而且這套法理不是只有我們在講 只是放在全世界都通行 反而是中華民國的系統 離不開台灣 他只能關起門來自己騙你們台灣人 所以法院宣判 今天不用我們講 國際的法庭宣布立體的中國台灣當局 來 再繼續 這就是科學證據 因為我講的東西一定要考古證據 所以我把印尼、澳洲、澳洲的考古證據 都挖出來給你們看 對不對 四萬年前的壁畫 OK 那今天的時間有限 我在跳 來 有沒有看過這個超人 你們沒看過啦 你們看過超人電影 但是沒有看過這種沒有頭的超人 沒有頭的超人 有看到嗎 Superman啊 你們有看過Marvel是超人 這個沒有頭的耶 這個要跟你們講的一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功能很強大 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功能很強大 什麼意思 來 再來看這張 你們在座各位 有沒有超過一千人公司的老闆 有沒有 沒有嘛 一定沒有嘛 上次有一個童訊給我舉手 有 我說你老闆喔 我說是呀 兩千人 在哪裡 在中國深郡 有一個大公司 老闆兩千人 我說兩千人喔 兩千人還是不太夠 你可以幫我放一下那個 三十萬人的照片嗎 我跟你講喔 為什麼要看那個照片 你們可能沒有sense 你來台灣民進府 你要做一件事 什麼事你知道嗎 以後要當官耶 我們事情要管兩千四百萬人 一個人管多少 六十萬人耶 這是三十萬人的集會大遊行 你來台灣民進府 我們會認定你官員的身份 你要管這個的兩倍的人 你知道嗎 突然之間喔 我們只有四千人喔 代表台灣人出來管台灣人喔 我們美國軍政府會任命 我們去當官喔 突然之間 你不要超過一百人的公司 你現在香港叫你管六十萬人 你如果考上軍手 還是知識 人更多 所以你來做民進府管管理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當了官之後 你認為人民最大的請舉手 你會覺得人民最大嗎 你不可以講這句話耶 你會講這會出大問題 為什麼 這邊有六十萬人 如果人民最大的話 上面叫做最大你知道嗎 他是老大他說了算對不對 他叫做人民最大意思嘛 這六十萬人每個人意見都不一樣 你聽誰的 你告訴我 六十萬人每個人都意見 I want to be the boss I want to be the boss I want to be the boss 越壞的人越當頭 你只能聽到他的聲音 其他如果是團體的聲音都不見了 對不對 搞不好最後是誰最大 立委最大 我選上 以後四年我說了算 對不對 我決定聽誰的聲音 就聽誰的聲音 人民會不會有膽子 繼續相信人民最大 不可以了嘛 對不對 好啦 那回到我剛剛那個PowerPoint 只是讓你們看到 Sense到說 回到那個有頭沒頭 好 來 我跟你講 你們會煩惱嗎 突然之間叫你們去管六十萬人 怕也怕死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自卑 應該要 但是我跟你講不用 為什麼 歐巴馬也沒有管過兩億人 對不對 有沒有管過三億人 歐巴馬 美國總統 有沒有管過三億人 沒有啊 他不是因為管過三億人 才在選美國總統 對不對 現在那個川普也沒管過 他頂多管過他的公司 所以是什麼 有制度的國家 還有系統在run 不用擔心 但是你要接受訓練 對不對 訓練什麼 就是我現在給你上課 首先把這群人分成三類 以後越分越細 現在只一開始 初步階段把人分三種 哪三種 有頭的 沒頭的 跟四個的 人 人 我現在講人 我本來講動物 四隻腳什麼 叫動物 動物 動物四隻腳 對不對 你怎麼控制動物 動物有吃就高興 沒有吃就生氣 對不對 叫動物嘛 對不對 你可以用食物控制動物 對不對 可不可以 你們叫狗叫 過來 來 給你吃個東西 搖搖手 不會搖尾巴 你可以叫大象 單腳站 大象 也可以叫獅子 跳火圈 對不對 也可以叫魚 殺人精從水裡面 跳出來 只是用食物 人類就可以控制動物 對不對 我現在講動物 人 我現在講人 不是說動物 過去 高興那一位 年輕人 晚上沒睡 騎到招牌 日日日日 拿著武術刀 往人家腳上砍 警察把他抓來 抓到警察局 欸 年輕人 你在幹什麼 晚上沒睡 怎麼做這種 夭壽的事情 你知道那年輕人 在警察局裡面 吊啷 不甩 講了一句話說 爽 他爽啊 這句話 是人話嗎 能聽嗎 你把外面人家砍到 翻腳 翻手 你在這裡發送 這是人話嗎 這是人講的話嗎 當然不是啊 這是動物講的話 對不對 動物才會講這種話 動物當他發情的時候 就想上 肚子餓了 就想搶來吃 那如果獵食的本性 跑出來就跑去砍人 這是動物啊 動物在講話 聽得懂嗎 這是動物的語言 過去台灣人 真的要說一句話 黑花要做什麼 沒辦法做飯什麼 有沒有聽過 蛤 有沒有聽過 什麼 偷吃 偷吃 要做什麼 沒辦法做飯什麼 這件人說的就是動物的話 聽得懂嗎 因為他評估一個事情 到底有沒有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對不對 不能吃就不能 就沒有價值嘛 你再說那些話嘛 對不對 以後我們不可以再講這種話 還是動物講的話 可是你也不要小看這群動物喔 他可能開的是 是Lamborghini的跑車 住的是地堡 有私人飛機 但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誰嗎 對不對 你們都沒有吃過收水油 有啊 大家都有啊 一定人就是跟動物一樣 因為當他要賺錢的時候 他是不管人家的死活 叫動物嘛 動物要搶食物 會去管其他同類嗎 不會啊 我現在在講動物喔 可是這個社會裡面 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都是這種人喔 他們說飯吃什麼都好耶 就跟動物一樣啊 我會騙你啊 你現在吃的 大部分都是這些人 在製造給你吃的啊 你敢吃下去嗎 好 我再往上升級 這群人是有制度的喔 他會很小心的做食物給你吃 他叫什麼 他是沒有頭的人 但他是人 至少他是人 就像我們剛才看到的超人沒有頭一樣 他沒有效忠對象 可是他很注重效率 他喜歡玩遊戲規則 他可能學歷很高 可能做我們的市長 對不對 智商號征量 一百三十幾的 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啊 可是他效率可以做得很好 這些人沒有絕對的對錯 他說 所謂的對跟錯 All depends 端看當時的環境而定 上面是有頭的 有頭是什麼 是非對錯 真善美 沒有真理當前提的 善跟美都是假的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沒有真理當作基礎的善跟美的事情 都是假的 我舉個例子啦 比如說你搶了人家老婆 人家老婆你把他唱來 放在你家裡 每天給他吃香的喝辣的 給他連不給你拋車 住的是豪宅 這是不是好事一樁 是不是 你本來搶了 我現在把你唱來 把他放在一個金烏長焦 這種善跟美 把他打扮得很漂亮 這種善跟美都是假的 因為他沒有真理當作基礎 因為他是搶了人家的老婆 對不對 對於有些沒有頭的人 你就說這樣就很好啊 比我以前的紅得好 你如果這樣想 你就完蛋了 你就不適合來民政務 來臺灣民政務的人 都要求一個真理當作基礎 產生的善跟美才是對的 你知道嗎 你們聽不懂嗎 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先問一個簡單的 你們今天來到這邊上課 是希望透過上課 改變你們自己的情局是嗎 透過上課你們會獲得改變 如何 有沒有覺得 是嗎 透過上課要改變你自己的 同意嗎 同意啊 我跟你講錯了耶 為什麼 我舉個例子 你們中間都有結過婚嘛 也有過孩子 也有交往過經驗 跟家人相處很多年對不對 四五十年 二十十年 十幾年都有嘛 對不對 你每天跟他相處 每天跟他講話 請問你可以改變你的老公 或者太太嗎 不可能對不對 每天相處喔 每天講話都沒有用喔 你憑什麼認為 來我這邊上課兩個小時 你就會被改變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你下一個合理的問題要問什麼 大三老師 那我來上課幹嘛 是不是 你今天應該這樣問 我來上課會怎樣 不能改變 我跟你講喔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本來就是對於 是非對錯善惡分明的人 才會來上這個課 要不然你上不下去 聽得懂嗎 你本來就是對這件事很丁靜 為什麼外面的新聞跟事實都不符 你想figure out 你想搞清楚 所以你來這邊上課嘛 對不對 你才聽得下去嘛 要不然我都在講邏輯耶 如果邏輯不清楚 都在後面堵固了啦 不會這麼聽得下去啦 那我要你們做什麼 我跟你講 我在做篩選的動作 你們如果來這邊上課上得好 上得下去的話 表示你們就是我們要的人 就是你邏輯清楚 是非對錯很清楚 有頭的人啊 有頭的人才能做我們 未來要你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是有頭的人 要來統治這個 沒有頭的跟 像動物一樣的人 我跟你講 下面這些人 佔社會的99.9% 我們是千分之萬分之0.1 你知道嗎 一百萬人再找一個兩個而已 因為四千人對上兩千四百萬人啊 你知道嗎 你們是六十萬分之1耶 精英中的精英耶 我無關你過去的學歷多高 你只要聽得懂法理 你就是精英 他們不管學歷多高 PhD也一樣 你聽不懂法理 你就不是精英 就這麼簡單耶 是非對錯啦 這樣而已啦 跟年齡也無關啦 你不用擔心你太多 是非善惡分得清楚最重要 OK 再來 問一個簡單的 請問你 我的時間不夠 我直接跳日本歷史好了 來 因為你們今天來 我就是要跟你說這個 我先跟你說一句話 史觀很重要 今天跟你講新的歷史觀 跟台灣的歷史有關 史觀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會左右選擇 選擇會採取行為 選擇會採取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再來一次 史觀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採取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所以我就說這句話 這樣放在心肝上 因為我今天時間不夠 我就直接跳 那你們有點可惜 以後再去補 因為只剩下半個小時 我日本時代 台灣的這個土地 根據國際戰爭法眼中 台灣這塊土地 只有兩種人 就是occupier 跟occupy people 這兩種 occupier就是美軍 代理佔領者就是這個 台灣人說有民族 我跟你講台灣沒有民族 怎麼證明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不可以混在一起選總統 所以你看這張照片很奇怪對不對 這隻是可愛嗎 你不要被騙 它是狼 狼化成羊 躲在我們裡面 一起選總統 你知道嗎 跳得快 來 這是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就是 就這張和平條約裡面的內文 你們第一次看到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d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 用的是 Formosa跟 Pescadores 就是台灣 跟澎湖的意思 太可惜了 今天時間不夠 我要跳快一點 我要說 種族滅絕就是我們現在經歷的事情 我們現在是用中文 種族滅絕 主管的一部分 佔領不宜轉主權 你不可以改變我們的語言 不可以改變我們的政治制度 怎麼會有總統跑出來 我們是日本時代 我們有六大洲 有州長有知識 有總督 這是我們的系統 這是針對中國 中國 他們做了種族滅絕 慢慢讓你知道什麼叫種族滅絕 中國對西藏做什麼事情 西藏是政治問題 種族問題的混合體 企圖用消滅種族走斷 來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 大量的外族移民 進入西藏 第二個 掌握文化歷史解釋權 第三個 外族加西藏人變成新西藏人 那個被你拎了 頭啊 稀釋掉 美國對台灣做什麼事情 一樣 美國用軍艦將一百多萬的支那 不是兩百萬 一百多萬的支那人 運入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採取用支那人的觀點 改稱台灣 掌握台灣的文化歷史解釋權 支那人加福爾摩沙 變成新台灣人 做了假的民主選舉 你知道嗎 就很清楚 來 這個是猶太人對那個 所謂的種族滅絕 非常敏感 六百萬猶太人去用台式 所以他拜對這件事 就很認真 所以他對於什麼叫種族滅絕 有很多的定義 台灣現在就是經歷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跟美國說 台灣現在正在經歷種族滅絕的每個動作 包括你繼續的 引穩 容許中國人用他的系統 來對台灣的下一代 三代囉 三四代喔 對我們做教育 改變我們的語言 生活習慣 重新的解釋台灣的歷史 就是這樣 一個種族滅絕 不是 那是國際上嚴重的罪喔 台灣人應該要知道 然後我現在來講 日本時代 這個大清帝國那時候 我們只有左半邊 右半邊他不敢有的 他不是一貫的 台清那時候 那時候政成說 佔台灣 有沒有 你知道他的勢力範圍多大 只有這麼一點點 佔台南啦 不是佔台灣啦 可是歷史本來寫得很大 好像台灣被他佔了 其實沒有 他勢力範圍只有這麼多 其他是大都王國 和蘭西班牙 來 我要講大日本帝國時代 疊台灣 當日本拿到 疊完了之後 他做了幾個重要的動作 第一個 這是不同的總督 第一代總督 華山之祭 1895年到1945年期間 大日本帝國疊台灣 周相會的事情 華山之祭 這是貴太郎的照片 這是奶幕戲點 這是兒園 這是兒園園太郎 這個人叫做後藤信平 兒園園太郎是將軍 很忙 所以他是陸軍的總司令 明治28年1995年 第一代總督 軍政轉民政 領台善後租稅減免預告 地方官職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層法院 警察制度 禮犯制度 國安電視實施 定期航路開支 督樑橫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我跟你講 當一個新的政府 進入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念公共行政管理 這方面的課程 你就知道這個很重要 你會好好去看 他到底做什麼事情 一樣 當我們把這個中國的制度 中華民國這個系統 拿走以後 我們會有新的制度 回過來 把當時的制度恢復 那你要做什麼動作 這邊寫了 那時候也是把大清的制度 去掉之後 大日本帝國制度要進來 你看 明治三十一年 警察私域官養成機關設置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失業地級調查 大小租泉地方規制 基隆高雄港 竹港工程全島鐵路建設 短短幾年 就把台灣蓋上 花的軍費 這邊有寫 大日本帝國議會 撥多少預算 來到台灣建設 都有記錄 你看1906年已經怎麼樣 已經有中央研究院 台北市第一街道 下水道設置 縱冠宣已經全通了 1906年 沒幾年縱冠宣已經全通了 衛生部 農會設立 再來第六代 安東真美 第七代總督 明秋 台灣電力公司那時候成立 再來 第八代總督田建智長 為什麼特別講他 因為那一年 黃太子有到台灣來 黃太祖 為什麼要講他 因為那時候 有台灣林憲東 這些人寫了一封信 跟日本電話題 台灣很亂 不要來 很可惡 其實總督 他先叫日本電話題 說 沒有啦 什麼太亂 台灣思想惡化 是在那些小孩讀書 定學生 台灣學生 在台灣沒幾個 他們是社會主義 沒有危險 但是一般的人民 是非常的忠實順良 敢一事同仁聖恩 講一個簡單的比喻 當你嫁人 過年回娘家 媽媽會問你 你在人家家裡面過得怎麼樣 通常當人家太太 都不想丟臉 過得很好 老公對我很好 婆婆也對得很好 但是如果這是假的話 你就看他眼角那個眼睛 眼淚就會流下來 對不對 因為被欺負 就這種裝不了 騙不了人的 如果老公真的對他好的話 很自然就講 老公對我很好 如果台灣人 就說 台灣人 當你問你說 日本時代有好嗎 大部分的台灣人 少數的不管 大部分台灣人說 真好啊 日本時代比較好啊 官的比金頓更好啊 更贏 很自然發自內心的 但是你如果老公欺負我 我當然一敢跟你抓勾車 跟你鬧 所以在大清帝國 統治台灣的時候 大清帝國怎麼形容台灣人呢 男無情女無義 三年一小凡 五年一大亂 對不對 大清帝國是這樣描述 台灣人 對照 田建治郎怎麼描述 台灣人 他說 一般人民非常的忠實 順良 台灣人很好管啊 台灣的管很好啊 表示你會要管嘛 會要管跟不會管差很多 不會管才跟你亂 所以過去台灣人 會跟大清帝國亂 會抗議嘛 你把我挑水挑到 我不會過一隻嘛 你知道嗎 這樣知道了嗎 這個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多事情 來 這過去的台灣人 長到這個樣子 有沒有看過 沒看過喔 一九二幾年到三幾年 台灣人誰都那麼遠 你看 男生帥女生漂亮 女生穿的衣服比在座各位女生搞不好穿得更好 你看 法國高級定制服呢 男生穿的西裝 你看他啾啾都有啊 那西裝光臨口就比你們好看了 你看這個 這個叫做杜聰明 後來高雄醫學院院長 台大教務長 杜聰明啊 留學外國 我把同學會 同學錄拿給你們看 你看 顏水龍 顏春安無錫園 柯維斯 Gamase 這是我親戚啦 黃曹琴啊 什麼 唐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都有 唸什麼學校 你看 France 美國 U of Illinois U of Columbia 長春騰的學校 巴黎大學 Champagne 這裡面有一個很可惡的人 我要特別介紹 他的名字 背叛台灣人 叫黃曹琴 為什麼他背叛台灣人 美軍一枚那時候 代替台灣人跟美國人說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就是他 美國人說 你中國人喔 好 你做中國人 你就說中國人 中國人拿手 台灣人說中國人真好 你說中文 你去做兵 你去挑選 你不是中國人 是不是 你台灣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他當然把你收編 當作中國人來處理你嘛 他要把你抬是應該嘛 但是如果那時候 台灣人堅持說 我是日本人 他就要按照戰爭法來解決台灣人 他就不可能隨便亂 亂走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差別嗎 所以因為他代表台灣人 講了這些話 台灣人你就出不了 那他為什麼講這些話 我繼續查 查他的背景 其他的底 你看看 他政治學 後來畢業以後去做什麼 南京政府外交部 照理說你是日本人對不對 你怎麼會去南京政府外交部做事情 通常在外交部做事都是西中的 一般人沒有忠誠度 不可能去進外交部 表示你是對南京政府是西中的人 是不是 你日本人 那些什麼事 被我啟底了 來我們繼續看這個 我們看一些照片好了 大清帝國1895年 你把那個照片幫我抓出來一下 我給他們看那個 大清帝國1885年 那時候馬接來到台灣的時候 你知道馬接博士嗎 那時候大清在統治的時候 馬接 你知道馬接醫院嗎 以前是一個傳教師來到馬接博士 第一 一開始他來的皇后旅館 那時候的大清統治下 平均受盈不到35歲 真的4歲 水器都有問題 所以他來台灣都搬水器 你現在淡水馬接醫院 還可以看得到這個 這馬開 美國人 加拿大人在美國念Princeton 然後台灣 開始主任學 你看 那時候的淡水 賣檳榔的阿嬤 賣檳榔 檳榔西施 沒有穿短裙的阿嬤 在那邊賣 西香蟲到 牡丹色事件 那時候 剛大清帝國 售一本掛台灣賀一本 然後 白白川公親王 有奧地 百平一敗 再來 我們的高砂族 就被李帆 歸順之後 每個高砂族 勇士 前幾年一本軍 有沒有 每個人手上都拿鐵架 竹竿 鐵架 鐵架上面都掛什麼 菜刀的嗎 不是啦 那都是人頭 那叫出草 我們高砂族叫出草 就是把人頭砍下來 你看 他們在慶祝的時候 婦女手中抓了什麼 人頭耶 然後你看看 高砂族的女生 很可愛 很漂亮 順番就教你武器 你看 日本軍官 我們的頭目 每個人兩隻腳 中間都放了一顆 很可怕喔 都人頭 那都是人頭耶 所以日本軍官要求 不要再出草了 不行了啦 你洗個澡都很擔心 怕被人家投被人家砍掉 你看 很多軍隊 那這一群是 那時候日本推行教育 叫我們高砂族去打桌 他們不要 他們就衝到那個學校裡面殺人 就把學校人都殺光 那這是一個老師 日本老師 救了這些學生 把他放在分坑裡面 這個事件 其他照片很殘忍 不給你們看 看這個就好了 生還者照片 接著後來接受教育 第八連隊 空軍第八連隊進入台灣 他的小孩子開始畫畫 那時候照片我幫你找出來 那邊的圖畫 第八連隊 你看看 經過幾十年以後的台灣 在日本時代 變成這樣 台灣人變成這樣 漂亮 本來是環納 現在變成大日本帝國的成名之後 這是第三女高 我媽媽第三女高 第三高老的 漂亮嗎 有氣質啊 漂亮啊 過世台灣人應該長這樣子啊 為什麼變成我們現在這個臉 難民教育啊 不跟你有帝國那種尊貴的教育啊 連那個長相就顯露出你的教育啊 那不是 我跟你講 真的台灣人很可憐 我會騙你 日本教育底下 台灣人生成這樣 應該是這樣 你看 鐵道旅館 北宜女的裁縫客 你看看 以前日本時代 北宜女的裁縫客 這哪裡 認得出來嗎 這都一樣 你們看圖都不知道這哪裡啊 台北市呢 哪一個建築 看得出來嗎 你真的認不出來啊 台北市什麼地方 不知道啊 現在有人叫中山堂了 但是過去就是 台北市民每個人捐一塊 就是台北工會堂 台北工會堂 在工會堂內部 這裡面是大理堂 日本時代喔 1930年的時候 外面是這樣 你看 它的餐廳 戴白帽子 乾乾淨氣的 1930年台灣 有冷氣喔 你看 西餐廳 撞球座 以前叫三線路 三線路 日本時代 過去的台灣的棒球隊 什麼紅葉隊用棍子打石頭 有那種可能 難民才會做的事情 過去日本時代 每個學校 這國小 南山國小 華山國小 對於南門國小 棒球比賽 每一個球隊都有學生 那個球員都有 帽子 制服 棒球棍 球 對齊 教練 領隊 這是一個全台灣的全民運動 趙柯林 趙柯林後來打到甲子園的冠亞軍 那個加農 打到日本的甲子園 後西院 趙柯林 趙柯林 台灣就是冒出一隊可以打到那邊 平常就是全台灣的全民運動 我手邊有幾百張各個地方小學的棒球比賽照片 留念 還有高雄的軟式棒球 台北市公車 台北火車站的前身前身 神社 神社 台北神社 這 超山的 雲山 建宗的學生 以前建宗的學生長這個樣子 帝國的 這是什麼 後週嗎 不是 台北市火車站走到哪裡 館前路做到哪裡 博物館 沒有人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所以台灣不是殖民地 日本的領土一部分才蓋博物館 在北斗 以前美國的Live Magazine拍台灣 台北 這是什麼 在哪裡 會比較嫌棄 頭前是表山道 走到背後是 銀沙 上面是神社 現在都蓋了 上面放在圓山飯店 這個球也已經跳掉了 好可惡喔 台灣博覽會 過去的台灣很漂亮 有博覽會 第二階段的台北火車站 要記得嗎 你們當中有一些人 可能要記得 記得 以前的大學先秀班的學生 日本時代 他們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那些臉排句 日本有排句 臉詩啊 排句 寫詩 然後那時候年輕人 就抽菸喝咖啡 在咖啡廳裡面喝咖啡 念排句 文藝青年青年的樣子 日本時代是這樣 這是什麼 國標舞比賽 日本老師 有日本來給你評審 在台北工會堂裡面 國標舞比賽 你看 那時候阿公阿嬤 阿祖 那時候穿衣服都翻臉 幾乎 你有沒有看 會不會 你看穿著衣服 我就找鄉下 足東的鄉下 一個資源老師 日本人 帶我們的 新鐵 我全都全台灣 台中 台中公園 日本海軍 熱的時候 請他吃飯 這個 綠川 台中 這個 我們天皇 會叫 現在的現金的天皇 他們爸爸 來到台灣 台中 香蕉 日本是來出口 台灣各地的建設房子 台灣各地的建設房子 你看 都買這麼多 台灣的年齡 大家同心 緊張並同心 因為大家都同一種人 沒有敵人混在我們當中 對吧 華船隊 像歐洲的長春燈 美國的長春燈學校 你看 書墨 劍道 李渝齊 女生學的是這樣 茶道 武藝 那時候的台灣 你看 柏蘭會 以前台灣的街景 你看 這是台東 台東也很漂亮 照片從這邊出來 謝謝他們 放影片 謝謝 放一段影片 南進台灣 台灣的阿倫 1995年馬關條印確定台灣歸屬我國 我們大日本帝國 新興的台灣 我剛才很落後的大清的統治現在變成這樣 整個改過來了 改曆之前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的荒地 台灣居民當作畫外之民 改曆之後 日本政府致力同化訓練 帝國層民成效卒助 改曆之後不到幾年 平地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改變 通信衛生準備 自隨灌溉禮班教育普及 不管在地方資助改革或者軍事方面 都非常完備 台灣已經面目一盡 不僅是皇室一視同仁的恩責 也是冠名一致努力的血汗推進 這台北市 比較早有夜景 夜景你就要看 Infrastructure就是基礎建設 你才有電線配電 配到那邊去供應那些電線桿 霓虹燈 這邊是台北橋 台北橋 大概是冬水河 過去 前幾個台風 大清帝國的那一段 都把你騎起來 電器 這就是日本的方式 跟你故事建設 三線路 台灣總督府 中督府 他才叫嚇來的 台北酒店 台北酒店 我們六個州 叫知識 第一書 台灣軍事林部 台灣總督府專愛局 專案研究院 日本時代 台北醫院就現在台大醫院 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郵政部對面就是台電這邊是郵政 在總督府的正後方 很多日據他採用的那個 畫面也是用這邊 這就是總督府的官邸 他住在那邊 你看他整個那個建築 風格 那個整個全台灣都是一致 就很漂亮 有整體的都市計畫 建築 這個就是火車站走到底前面就是 博物館 後補館 照片 在來的旧式建築 近代的文化建築 這橫牙路那邊 有人力車腳踏車雞人車 你看還有公車 很熱鬧 你看 媽媽是穿著和服帶著小朋友 穿著學生服就在上街 主要街路 放射上 或是五盤目的 拡張 短短的大道理 是人道和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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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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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道和斜道 這邊稍微跳一下 我時間 好那鐵道旅館 然後這是 交通車 然後Taxi 好 然後有 公車 我剛才講的 明治橋 好那鐵道 就是 中山 北路 這就不對啦 上面中山 表山道 橘子人河 名字橋 上面是宜山 你看台灣神社 台北神社 公費燈 那時候就蓋好了 你看博物館 帝國的建設 顧及的是每個人的生活的 休閒生活的品質 台北放送局的電台 每天有一支跟第二支的榜長 植物園 這都是日本時代 你們那時候沒有經歷過的人 還是那時候太小的人 現在給你們看 來這邊建工程 之後來這邊先跳過好了 這邊我就不講了 我直接介紹到新竹 先跳過 好 現在淡水 我們可以講一下北投的溫泉 日本時代的重建 沿著淡水 這是北投溫泉 你現在還可以看到一些古蹟 到北投去看 再來再往再下就是淡水 北投再下去就是淡水 淡水有淡水高的呼球場 你看日本時代 那時候建設 我們在講1920年 三幾年 台灣 好 再跳 再跳一下 新竹 OK 新竹文教中心 我們看一下新竹做茶葉的部分好了 你看 茶葉前面是人工都沒辦法 去栽採 然後把它曝曬 接下去你看它怎麼弄 全部電動化 自動化 機械自動化在那邊的地方 你看 生產線耶 每個都帶白色的 把頭髮弄乾淨 不會髒耶 你看 求茶味耶 我現在會說你阿祖那時候就開始這樣做事 輸送袋 包裝 出口 一貫作業 你們從事這個製造業 你就知道這個不簡單耶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做事 你看 怎麼包裝成香出去 你說什麼 台中 你看看過期的台中有什麼樣子 跟現在有什麼樣子 以前台中是很漂亮的 安靜的一個城市 你看那個綠川跟 綠川西街 柳川 綠川 很漂亮 新興的都市 美麗的 台灣的京都之稱 這邊起來 彰化銀行 台中週廳 好 這邊再跳一下 台中公園 讓你們看一下 日月潭 再來我們就看這個水利建設 你看國家建設 電 怎麼供應 水 還有 待會講到那個 八天雨衣弄的那個 現在先講電 台灣電力出示位置 準備二十四萬千瓦電力 那時候被人來到台灣就把設計出來 怎麼樣供應 你看 從日月潭供應南北 最多的電力 所以 主要的電力 供應出發 這邊跳 台南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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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 這是咖啡 現在特別要講的是 糖廠 幾分期待在台灣製作了糖葉 臺灣的唐葉吉本喜臺弄好的 你看看簡單的幾個動作 這邊稍微跳一下 我們看他耕耘的方式 你看這工廠那時候 包括火車全部都設計好了 你看以前就是機械化 吉本喜臺就是機械化來製作生產 以砂糖為原料的點心煉乳罐頭其他工業發達 13公斤就是平均一個月可以吃1公斤的糖 這邊跳一下我們看一下那個酒精 蜜糖去製作酒精變成燃料 他也有那個實驗室 做實驗室 還在跳一點點 做實驗室 烏山頭的加南大菌這個值得一談 因為加南大菌的產生 但是稻作變成三座 幾年有三座 三座居水池周圍有18里 比日本的黑鍋更高 東洋第一的水利事業 台南州裡面15萬余甲的水源 那個工業 支線281里幹線26里 米甘蔗蒸蒸蒸蒸 年達到240萬日 三年輪作 靠這個系統去供應出來 我們就結束 我們看完高雄 你看火車鐵道 然後主要是看高雄港 日本時代高雄港 高雄港 以前就這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跟現在很像 手一樣 日本時代一旬的建設 我們在講說一百多年前的台灣 不是最快的嗎 百多 快一百年前的台灣 來 再往前跳一下 再跳 來 沿著高雄港旁邊的那個工廠 怎麼蓋法 跟你現在在日本看就差不多 高雄周廳 從內地到基隆 內地是日本 口北出發經過三宙夜 湖岡北九州 內台定期航路 最豪華版であります 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考機関として 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台湾宅職会社をして 移民招致その他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宅職金融事業等種々拡作されております 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 台湾宅職の指名は一人 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 南市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なし 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指名を持っております 内台無線電話 内台無線電話 從海底 拉電纜 内台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 東京大阪福岡と 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 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 産業と経済難信国策のため 我々は共国一致で追考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接下去介紹我們高詐組 日本においては大学専門学校 大学有專科 有當老師 有當警官 警察 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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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無き者が万人と呼ぶと 彼らの中には異労なして 我らも日本人だ 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 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 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好 我們今天初級班上到這邊 希望大家堅持下去 好